爱美和减肥是女生穷其一生的追求 减肥就不必多说了 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爱美这件事 众所周知 女生爱美 可以体现在妆容 衣着 身材 肤色上 这几项相比之下 肤色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不管你有多么精致的妆容 多么潮流的衣着打扮 多么火辣的身材 肤色暗沉也是你的致命伤 俗话说得好 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 要想肌肤变得又白又嫩 多吃葡萄式首选 葡萄富含维生素C 不仅具有抗氧化功能 还可以起到净化肌肤 软化肤质的作用 从而增加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如果是被太阳晒黑的 也可以吃着葡萄辅助美白修复 如果觉得只吃葡萄效果不够明显 还可以一下两种水果一起食用 一 橙子 橙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不仅可以增强皮肤的防晒能力 还可以起到美白抗氧化的功能 除此之外 橙子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加快新陈代谢 帮助肌肤排出毒素 让肌肤从内到外红润白 西 二 猕猴桃 猕猴桃被称为水果之王 其中富含多种维生素 是我们日常生活常见的水果当中 营养成分最丰富 最全面的水果 猕猴桃中的果酸可以有效 抑制皮肤黑色素沉淀 去除黑斑的效果十分明显 猕猴桃不仅内服效果显著 外用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 洗漱过后 将去皮的猕猴桃均匀涂抹到脸上 稍加按摩 可以改善毛孔粗大 除了这两种水果之外 各位爱美的小仙女还可以尝试一下 柠檬 草莓 菠萝 樱桃 砂吉 西红柿 西兰花 蜂蜜等蔬果 饮品 这些也都具有美白养颜的功效哦 要像白成一道光 嫩成鸡蛋清 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做好防晒工作 有的小仙女只在夏季 天气炎热 太阳高挂的时候涂抹防晒霜或者防晒喷 这样的防晒是不全面的 一年四季紫外线无处不在 如果只在夏季防晒 那么其他三个季节的紫外线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焦嫩的肌肤 二 切记使用深色食物 咖啡 巧克力 可乐等深色食物会增加我们体内内脏的负担 成点黑色素 不利于美白 三 切勿使用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中的某些物质会加快肌肤老化 还会增肥 四 不要吃感光类蔬果 感光类蔬果中含有丰富的金属元素 这种元素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更容易接收到紫外线 收到紫外线的侵害 导致我们变黑 长斑 五 切记不要使用含有添加剂的食物 很多受大家青睐的零食和饮品中都多多少少的含有一些添加剂 想要美白的女性朋友就要格外注意了 这些添加剂会增加人体内脏的负担 一具体内黑色素的排出 不利于美白养颜 一白遮白丑 这应该也是众多女性朋友追求美白的原因吧 但美白就像浅飞一样 要变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